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根源的回应很长 门话重点的也就三条 其一 他表示 参加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喜欢的人 至于之前的事情如何就不想细说了 其二 他真的很爱理念双遇 网上发生所谓的爆料事件后 他第一时间就去找答了 并是无据细地跟他讲的事情原委 张根源并没有讲到细节方面 这一波更像是在暗示网友 理念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其三 张根源通过直播明确态度 绝不允许这些信息伤害到我的贝尔 再度确立了自己的霸总人设 回顾张根源的这些回应 言论 既没有承认网上爆料属实 也没有对这一类类似诽谤的行为 此表示愤怒 他始终在避重就轻地把整个事件淡化了 只是借此直播机会告诉网友 他跟理念双遇好得很 会一起面对未来的种种争议和困难 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张根源看似让该事情告一段落了 但是从直播的整个过程中来看 至少有三个细节说明理念双遇生气了 感觉预言CP发展前景堪忧 理念双遇情绪相当低落 直播中理念双遇的笑容极其勉强 早已没有节目中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而且在整个直播过程中 理念双遇多次低头看手机 脸上神情低落 看得出来他非常的难受 甚至给人一种要哭的感觉 好生令人心疼 理念双遇的具体动作明显是在抗拒 相比6万CP过号人和李婉茜各种贴贴的亲密举动 张根源和理念双遇明显是有了隔阂 两个人在直播中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毕竟在此之前 他们曾在大众面前抱抱 亲亲 关系相当亲密 这种反差来自于理念双遇 明显有在抗拒肢体接触 张根源每次看他的时候 眼里都是带着期待的 但是理念双遇始终没有给他积极回应 他也就不敢有过分的举止 直播收尾的拥抱更像是配合营业 直播中有网友喊话让预言CP抱抱 相信他们也看到了 但是并没有给予回赠 郭浩仁甚至憨憨地把这句话念出来了 预言CP依然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可见他们真的受到影响了 至少理念双遇是升级了 张根源还处于哄他的阶段 尽管直播收尾 网友们有幸看到理念双遇 主动拥抱了张根源 但是明显然的心里跟明近似的 这个拥抱更像是在配合营业 不得已而为之 总而言之 理念双遇目前的态度来看 状态来看 张根源事件无论挣扎 但对他的打击还是存在的 毕竟在他的眼里 张根源是一个深情 且专一的只偏爱自己的男生 如今被说成花花公子 巨大的落差感会让他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所以他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理清自己的思路 理智地看待目前跟张根源的关系 至于预员CP未来的发展是向好还是向坏 在理念双遇的考察与决定之后定能够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